強水彈案的疑犯,即是由樣學樣 廟街訂強水彈案,警方即場抓了疑犯 別以為安走無憂,更恐怖 前晚訂強水彈後,警方即時封鎖附近幾棟堂樓 禁止任何人出入 還逐家逐戶拍門登記資料 剛巧因為鵝片案棄譜前途的39歲男人 就駐正發現強水彈中蓋那棟樓 他想著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 誰知今次捉蟲,唯有爬出窗 躲在水管位博夜媽媽看不到他 但避得一次避不到第二個 喂你呀!你在那邊做甚麼?馬上下來! 抓不到兇徒不得 警方還猜今次訂強水彈的人即是由樣學樣 雖然都是訂飛魚排通渠水,但手法有點不同 今次訂了兩瓶,以往全部都只是一瓶 而且兇徒今次扭開瓶蓋,再用保鮮紙包著來訂 以往就瓶蓋一次過定 案發之後,警方在南京街1號D天台 找到兩個同強水彈吻合的瓶蓋和一雙手套 警方還做測試,由七樓天台走下來40秒就足夠 但當時七國那麼亂,就算警方和商戶宣傳過要爭取黃金一分鐘 封鎖附近大廈出入口,他們都未必夠快反應到 那莊天眼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手望相助,比莊天眼還好 我們幾百雙眼看著,看多少空腦 我想更有效 前晚被強水彈淺傷的30個男女 經夫之後已經出院 到埃曼大排檔趙老師開檔 出事之後,朱姐說生意少了一半 但都好自樂不把桌椅擺出街 案發現場都在昨晚10點半解封 在好方便 常常有一種 我心夢想說一般 我心夢想說一般